阿祖法购买钢筋材料,打算建造一座牢固的家园,在摄影师的协助下,阿祖法为他的水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安放之地,水箱被巧妙地放置在围墙旁边,这里不仅能避免阳光的直射,还方便了日常取水,看着阿祖法的家园一点一滴地变得完善,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欣慰。 在安置好水箱之后,他所面临的下一项任务是将其装满水,这样一来,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用水问题便得到了解决,尽管天气晴朗,阳光却异常猛烈,给阿祖法的日常劳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,但是阿祖法却不得不为重建家园而努力。 紧接着,阿祖法手持铁铲,来到了昨天挖掘机刚挖好的房屋地基旁,虽然挖掘机已经完成了勾渠的挖掘工作,但一些细致的收尾工作仍需手工完成。 这些细微之处,如勾渠中的碎石和不平整之处,虽小却至关重要,它们直接影响到未来房屋地基的稳固性。 阿祖法的怀孕身孕日益明显,但它依旧坚持不懈,亲手修缮着地基的每一个细节。 它的这份坚持和努力,不仅是对新家园的负责,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无限热爱和期待。 随着太阳逐渐攀升至天空的最高点,气温也在不知不觉中升高。 阿祖法意识到,除了手头的工作,它今天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。 它放下了手中的铁铲,回到帐篷中拿起自己的包,然后带着女儿阿依达踏上了前往城里的钢筋材料厂的旅程。 在前往材料厂的路上,它们经过了一家便利店,阿祖法停下了脚步,精心挑选了一些零食和冰饮,为女儿在炎炎夏日中带来一丝清凉。 这些小零食和冰饮不仅能够为阿依达解暑,也能让它在等待的时间里感到快乐和满足。 不久后,阿祖法到达了钢筋材料厂。 在这里,他仔细挑选着建造新家所需的钢筋材料。 与厂老板经过一番商议,他确定了所需的价格和材料数量。 阿祖法向店老板提供了自己的地址,并请求他帮忙将这些材料送到正在建设中的家园。 从钢筋材料厂出来,阿祖法马不停蹄地前往快餐店,为女儿和自己补充能量。 他购买了一些简便快捷的食物,然后带着女儿阿依达来到了附近的公园,寻找一处树荫下,准备享用他们的午餐。 经过一早上的忙碌,阿祖法和女儿都感到了饥饿,这顿午餐对他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。 在树荫的庇护下,阿祖法和阿依达终于能够坐下来,慢慢品尝今天的第一顿正餐。 食物虽然简单,但在此刻却显得格外美味,满足了他们的饥肠碌碌。 用餐过后,他们没有在公园多坐停留,而是急匆匆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 阿祖法心中惦记着与钢筋厂老板的约定,他需要提前回到家中,准备接收即将送达的建筑材料。 他知道,这些材料对于家园的建设至关重要,他要确保一切顺利进行。 不久后,正如阿祖法所预料的,他购买的钢筋材料很快就顺利送达了。 在阿祖法的指引下,卡车司机将材料放置在他指定的位置。 卡车司机展现出了他高超的驾驶技术,独自一人便将沉重的钢筋材料精准地卸载到了阿祖法指定的地点。 他的操作熟练而稳健,甚至在卸载过程中,卡车的车头因负重变化而翘起。 这无疑是经验丰富老司机的标志。 材料卸载完成后,阿祖法没有立即投入到工作中,而是选择了一个凉爽的地方,铺开地毯,和女儿阿依达一起享受短暂的休息时光。 他们在这里补充体力,为即将到来的工作储备精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